我要说的是,我们会盯着你们 这全搞错了 我不应该站在这里的 我应该去上学嘛 应该在打烊的另一端的 但是 你们 找到我们年轻人士要求希望 你们居然敢这样做 你们偷走了我的梦想 我的同海时代 说了一些话而已 但我还算走运了 人们在痛苦的生活 人们在死去 整个的生态系统都在倒塌 我们正在开始一个巨大的消失的状况 你们讲只讲钱 将永生的经济增长 这些神话工事 你们居然敢这样做 三十多年了 科学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 你们居然敢 不是这一点呢 还敢到这里来说 你们做了足够的事情 你们搞了政策 搞了需要的解决办法 但是这些东西 居然我们一个也看不懂 你说你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又理解这个紧急状况 不管多么伤心 多么气愤 我不想相信这一点 因为如果你们真正理解当前形势 而且仍然继续不采取行动的话 那你们就是邪恶的 我拒绝相信这一点 减排 减一半 十年减一半 这是大家的想法 这只是能够有50%的 达到1.5度那个机遇 和 扭转 人类难以控制的趋势 你们觉得50%可以接受 但这些数字 不包括转折点 反馈循环 有毒的空气污染 还有气候正义 公正的问题 这也要靠我一代人 吸入你们的二氧化碳 因此50%的风险 很简单 我们觉得完全不能接受 这个影响 你们要承担责任 67%的 世界温度上升1.5%的机会 这是气短专家说最好情况 这样有420T吨 这样排放的 18年的减少 现在已经减少到 350几个吨 你们怎么敢说 这可以像 灌厂的解决办法那样 就去来销售这个解决办法呢 在今天的这种排放的情况下 剩下的这个CO2的这个预算呢 将会呢 在八年半的时间里呢 就全部用完 没有任何的解决方案和这个计划 是根据我们今天所提出的这些数字来提出的 因为这个数字呢 令人非常的不舒服 你们还仍然无法有勇气接受这个情况 你们在让我们失望 但是年轻人现在开始理解了你们对我们的背叛 所有的未来一代人的眼睛都在观察着你们 如果你们选择让我们失望的话 我会说我们永远不会原谅你们的 准备